姚名虽然在NBA基本上都保持了温顺的脾气,但有些时间,温顺的人遇到一些让自己反感的东西时,总会有一些脾气。 而在07年火箭对阵国王的比赛中,当时姚名就怒摔毛巾,同时还怒好裁判,这也让他直接被裁判驱逐出场,而这一次驱逐是姚名生涯的第一次,那么到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趋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当时国王这边上篮不进,但姚名在防守的时候被裁判吹罚了犯规,最终姚名的犯规数达到了六次,这也让姚名被罚下场。 但在知道自己被罚下场后,姚名的情绪非常激动,再加上整场比赛都被裁判伺候着,最终导致姚名情绪瞬间爆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慢镜头下姚名并没有碰到对手,这个绝对是误判,从而在姚名场下的时候不断喊着F星星星,再加上主场球迷的呼喊,姚名直接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毛巾摔在地上,裁判看到姚名这个现象后直接将其驱逐出场。 随着姚名的离开,火箭也以8分的劣势输给了郭王,但在赛后,不管是球迷、主帅还是队友,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,因为姚名之前一直温顺的脾气让裁判和对手都想欺负他。 而在这场脾气爆发之后,或许对于姚名并不是坏事,这就是NBA最需要的气质,这样的气质也会让比赛更加的精彩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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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